第三题 以性在相同时间内将一个绳子以不同方式振动产生右途两种坡 下例叙述何者正确 A 假的坡数比较快 我们知道坡数只跟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 跟坡源的振幅及频率无关 它们在同一个介质当中 所以它们的坡数呢是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假跟你的坡数应该相同 所以选项A是错的 再来坡长 我们知道一个坡的桶叫做坡长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假的坡长 这个就是所谓的乙的坡长 所以我们知道假的坡长比乙大 所以选项C说乙的坡长比较大是错的 而政府是从平衡点到最高点或最低的位置叫做政府 所以这个就是政府 所以这个就是政府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假的政府比较大乙的政府比较小 所以选项珠也是错的 而所谓的周期跟频率 频率是一秒钟会有几个坡 那么周期是一个坡需要几秒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同样时间之内 乙的坡比较多 所以表示乙的频率比较大 假的频率比较小 但是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所以乙的频率如果比较大 它的周期就会比较小 假的频率如果比较小 它的周期就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知道假的周期比较大 因此我们第三题的答案呢 我们选的是B 假的周期呢比较大 我们下周期的频率比较大 我们下周期的频率比较大